如果没有乔帅 我不会有机会来国家队比赛 之前的热身赛 我上场机会不多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我 我会尽全力回报这种信任 这是富豪近日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 从他进队那天起 很多人 包括大刀我自己都不太看好他 在CBA得过单场50分 随后就单场0分 在上一年的借后赛 3分秘注率38% 在下一年的借后赛 被放空后投不进甚至不敢出手 经历过舆论风波 甚至一度被干扰到在场上有些怯懦的大富豪 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个国家队陪练 他在场上唯一的作用就是三分线外勾心那一多做 但少有人记得 加盟辽宁之前 富豪整个CBA赛季只出手过9G3分球 到了辽宁之后 能够扔出近4成的三分命中率 这就是苦练的结果 攀挑不好的他 擅长利用力量 节奏雇勇得分 防守端利用脚下移动和高举双臂进行干扰 这都是需要苦练才能沉淀出的成果 而李凯尔的到来 极大的提升了富豪的舒适度 高大的风线 节奏型球员 以及在辽宁培养好的无球习惯 让富豪能够适配好李凯的场上调度 挡拆后能够利用身体力量吃掉对方换防的小哥风味 外线跑动接球投射能够提供超出国家队平均的命中率 作为不沾球权的功能性进攻球员 脚下积极而且足尺寸的换防球员 让二阵容多了容错和防守扩张性 重视由于在八一队作为内线主攻守的几年 让他在落后情况下能够冷静的取分 不受劣势局面的影响 这也是热身赛时有的球员表现得不敢打了 思维停滞了 但是富豪仍然能一点一点凿输得分的原因 乔帅曾说过 我只挑选我需要的球员 而在富豪身上我们看到了最为积极的正向结果 是我去适应球队 要变得让球队需要我 而且论逆风局 那些年的八一队 谁由我打得多 我可以打不过对手 但我绝不会因此而消极软弱 虽然你们常戏称 我是个跑不快又跳不高的雇佣者 但在中场哨想之前 我不会放弃我的拼搏 放手干吧大富豪 采取勾计的轰平声 让所有人看看谁才是最后的雇佣者